原标题 武汉会战老照片 日军将汉口变成地狱 1938年 著名的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两个来到汉口 拍摄的一批照片 那个时候 南京刚刚被日军攻陷 惨召图城 武汉成为战时军事中心 同时 徐州会战 武汉会战先后进行 汉口市民纪念孙中山13周年继承的活动 1938年3日 汉口市民纪念孙中山13周年继承的活动 少年手中三角齐上 两个硕大的汉字不死 这场纪念活动与宣传鼓动抗日结合起来 卡帕拍摄了这些照片 塑造了中国抗战的决心 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军民不屈的形象 卡帕拍摄的中国视频 徐州会战结束后 穷凶极恶的日军随即发起了武汉会战 日方趁汉口作战 110万中国军队在安徽 河南 江西湖北四省广大地区 浴血奋战 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 避伤日军25.7余万人 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胜力量 武汉会战期间 宋美龄在汉口医院 为抗日将士逢支衣服 1938年6月18日 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实施汉口作战的第119号命令 汉口作战的目的之一 就是攻占中国抗战中心武汉 摧毁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 家园被日军炸毁 日军在武汉会战中 对汉口居民区实行狂轰滥炸 成千上万的平民在空袭中丧生 卡帕在空袭结束后 迅速奔赴受害最严重的地区 拍摄日后狂轰滥炸后的惨状 他的这一张后来广为人知的照片 名为吞着的女人 其蹲坐在已成一片废墟的家门门槛上痛哭的身影 成为中国人民深受日本侵略苦难的缩紧 日军空袭之后的汉口 遍地瓦地 日军空袭之后的汉口 在汉口 卡帕第一次拍摄了财照 1938年10月17日 有四张彩色照片 发表在生活杂志上 图片说明文字称 如果相片缺了颜色 那么它无法充分 得展现一座被轰炸过的城市 妇女坐在焦土废墟上 一脸惨淡地望着被毁的家 日军空袭后的惨状 人们从卡帕的镜头里看到日军空袭后的惨状 居民居燃烧着红色的火焰 黑色的浓烟 消防兵拖着一个消防泵到长江边取水 以扑灭日军空袭导致的火灾 武汉会战期间的伤兵和护士 1938年10月27日 蒋介石从持久抗战的战略角度出发 魏宇敌决战 命令军队从武汉地区撤退 保存了有生力量 日军占领武汉后 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